好这个结构体数组我们就学完了 就里面的讲讲义上那个和我的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简单回去看一下 有点区别也都大同小异了 好接着我们来一个关于一个结构体套结构体啊 这是什么东西呢 前面想写一个 好 还是围绕我们 这个关了之前 在这 还是围绕我们之前这边这一个 这一个啊 还要围绕这结构体 不过这个结构体我稍微给他做一下改 是为了变化 什么变化了呢 首先呢 你要发现一个资本上 这两个信息的年龄和名字 资本上是个人都都会有这两个属性吧 然后接着啊 我就稍微给他做一个操作 我再来一个结构体 在这里面这个结构体啊 我假如说我叫person 或者叫info 就说叫做信息这一个 了解有什么信息呢 这个信息就是说 把这两个成员 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接着 你在这边是缺少一些东西啊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 然后写一个info 好这两个名字不一样啊 看到了吗 不一样啊 然后接着这里面就相当于说 我现在是不是嵌套另外一个结构体了 然后呢 现在来做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 这一个就是结构体怎么来嵌套 接着 你第一个 现在看到我 当然用这一个就普通来用嘛 关键 关键在于这个怎么用 假如说我写个s 叫16点那个 我不做出实话 你要用的时候 首先你呢 你要做s里面的有一个info info的地方是又有一个成员叫啥 age 你看到你s原来是什么来的 普通的话 是用点 点的时候 是不是你在这里面 你又有又有一个结构体 那这个结构体里面是又有成员啊 所以你点它 再点这个age 然后等于 看上刚才了18 s里面的一个info 里面的一个内蒙 你是又要卡贝啊 所以在这里面 好 我们来一个 scrcpy 然后下面来一个就关于一个是什么了 嗯 好 那接着是不是说这两步就已经把这个里面的成员给他做好复制啊 那接着下面是还有一个叫什么 s里面的谁 呃 scrc 等于 嗯 59 那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假如说这一个又来迁他一个结构体 也是不停的点点点点下去了 是这样的情况啊 只是说他迁他完就不停的这么来点 就这么一种情况啊 你就有多少个就多少个一个一个往下走吗 然后如果换到这我就稍微改一下啊 我不打印打印是类似的啊 如果你在这里面你定一个这一个指质 新华p等于取缔水水 s 好 这边要注意 你这里面需要箭头 你看着这里面需要点 首先你哦写错了 这边应该变成啥 p 对这边应该变成p 好 这边应该变成一个p 然后接着这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了 首先我这个不是也指针 我有指向吗 然后我要调用你的info 我用来p来调用 是不是我要用箭头 然后紧接着你的info调用你的成员 你需要用箭头吗 不需要吧 你是不是普通变量啊 是不是 然后有些人说老师 我加个我加个新花 是不是就可以用箭头啊 你加个新花就断错误了 因为你这个没指向啊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面呢 你要注意前面是用箭头 后面你要用点 因为你这个是普通变量 是不是啊 然后接着 这里面呢 要注意一个地方 好 关于初始化 你直接来一个大括号 好 接着18 麦克来一个59 OK了 这样 他会把18 换按你的 放到你的info哪个地方 info那个age 会把你的麦克 放到什么地方 你的info里面那个谁 name 然后接着会把你的59 放到你这个score 他会自动放的 那这一个 这一个肯定打印没问题 我们验证一下 这一个可以吧 如果说我能够打印到结果 那就验证我刚才说 那个是正确了吧 好 我来这边打印一下 然后百分号d 百分号s 百分号d 好 写一个 temp里面的谁 info里面的谁 age temp里面的谁 info里面的谁 name 然后接着 temp里面的 是call是吧 好 搞定 不对吗 好 门看一眼 gcc06 05 是不是 所有负责的时候 你直接向传统方法来出 主要就行 他自动就干嘛 能够匹配 当然你再来个宿主 也是类似啊 也是类似一个啊 好 但